产生成QR Code之后 一个网页如果产生成QR Code 当然很方便的 我就说如果是个人的部落格 你自己的部落格 你可以把它产生成QR Code之后 把QR Code印在名片上头 人家只要少了名片 就可以直接看到你自己的部落格 是非常方便的 在自己自我宣传上是非常方便的 未来我们学到了Google表单 你想做一个问卷 给在场很多 你第一次接触的人 第一次接触的人 要做问卷的话 其实产生成QR Code 他们手机就很容易去少了 OK 那现在也有短网址 我说短网址比较适合用在 如果他没有带手机 可以少QR Code 那起码可以在 浏览器上头直接打 可是呢 刚才我虽然已经跟各位讲诀窍了 GOO.GL是固定的 GOO.GL是固定的 那你只要后面的斜线后面的六个英文字母或数字 大小写要造它的 它如果是小写就要小写 大写就要大写 都要造它的 可是如果你觉得这还是不好用 那再教各位一个 短网址 怎么样短网址可以变成自己比较容易熟记的 来看哦 我这边产生一个 我先开一个新的页签 开一个新的页签 请各位在这个网址里面打一个很奇怪的网址 叫做GG.GG 它的名称就叫这样 网址就叫GG.GG 点进去之后呢 它是专门做短网址用的 短网址用的 那怎么样短网址 你看这边写吧 GG.GG之后呢 我先让它跑 它现在还在跑 那我先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个网页的网址 我先把这个网址扣下来 这么长 要人家输入很麻烦 我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 按右键复制 或者按Ctrl C可以复制 复制之后呢 我到刚才这个GG.GG 这个网页虽然都英文的不用管它 你只要在中间字最大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把刚才那个很长的网址给贴上去 按右键贴上 或者是Ctrl V贴上 贴上之后呢 我们别急着按 这边有一个叫做Customize Link 是说我想要自己制定网址 我这把它打工 好 你看哦 那网址就是GG.GG写线 那我要取什么名字 比如说我就写Japan 因为是刚才日本北海盗 它其实叫Hakato 可是很多人可能不容易去拼那个 我就Japan 然后2017好了 然后Short URL 好 它现在把它传到零端上去 好 你只要以后别人 前面就很简单 GG.GG 后面斜线 后面刚才你起的Japan 2017 请问好不好记 所以假设我开一个新网页 我就开始来哦 GG.GG 斜线 Japan 2017 Enter 是不是同样的网页了 了解吗 所以 我说 如果你觉得刚才这个右上角这个 链子这部分的 产生QR Code 现在这个没有 产生这个QR Code 很好用 可是短网址 你觉得这个后面六码的英文跟数字 大小写又要一样 然后又小 又看不太清楚 你觉得这不好用的话 没关系 你只要把你想传达的那个网页的网址 反白 然后Ctrl C 是复制起来 然后贴到那个网址是GG.GG的 好 点了之后呢 你就把它贴到这个字最大的这个格子里面 按Ctrl V 贴上 贴上之后呢 它右下 左下角有一个小小的字叫Customize Link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个人化的Link 也就是我希望我的名字要自己取 不要你给我亂产生那种很奇奇怪怪的英文 那我就可以把它打咕咕 然后后面的名字 你就可以自己取了 好 那如果你觉得刚才你的JPay应该打太长了 我打JJ 好 JJ2017 你不要打太短 稍微长一点点 因为 因为就是 打太短可能有人家有用过了 所以我如果说JJ2017 JJ2017 开始 这边 这个Shorten URL 就是我把它产生短网址 我就按一下 它就把它送 它说 这个 已经存在了 所以不能JJ2017 那我就 那我就 当然有时候懒惰 就JJJ2017 好不好 来产生看看 它开始送到 那个 等于说送到网路上去了 好 送到一 产生成功 好 这时候我也是一样 我这边就是 人家要打 用手动打的话 很简单 GG.GG 斜线 四个J JJJ2017 一样又是同样的网址 可以吗 好 来 各位 来试做一下